我们是19号过去那边抗洪旧灾 然后返回来的路上 因为离地丝滑 所以换在路上 我们当时拉的车呢 有物资决赠车 救援车辆 电力工人的车 如果不解决的话 明天其他地方有这个灾 可能就会好去处理 所以就用能力的方式 硬生生的把车给拉上去 路过的村民 商务干部也加入了进来 场景非常的振奋人心 一方有奈八方资源 换在竞争情 人民的力量是非常长大的